新北市巴黎枪击案 两个嫌犯一人开枪 一个人开车 在犯案之后逃到台北市北投来逃逸 不但汽车 两个人还变装分道扬镳 警方彻夜搜寻 在今天上午抓到涉案叫做的主嫌 他是躲在汽车旅馆内 虽然落网之后全盘否认 枪手目前也还在逃窜 但犯案人员怀疑 这嫌犯是为了追逃2万元的赌债 才会找人来开枪 社区门口枪手下车连开两枪 凌晨12点多 警方在淡水的汽车旅馆 逮到教唆犯案的驾驶 小心小心 谢谢谢谢小心 低着头驾驶倒案全盘否认 但犯案画面其实全都被拍下 穿着黄色衣服的驾驶 还有黑色外套枪手 汽车之后徒步几分钟就分道扬镳 驾驶跑到附近变装 换成蓝色上衣展开逃亡 本案男子与犯贤 胜务均为首次 因为债务纠纷而对其开枪侍警 41岁的张熙驾驶平常无业 有毒品前科 警方怀疑他因为被害人欠他2万元赌债 愤而找人开枪警告 但他到完之后全盘否认 30号中午在新北市巴黎开枪之后 两个人到北投城的路气段 汽车徒步逃亡 驾驶最后逃到淡水的汽车旅馆 被警方逮到 将近13个小时的逃亡过程 两个人疑似串供 现在枪手还在流窜 警方也持续追捕 要追查是否有帮派涉入 记者刘慈玲秉舟 新北市报道